当我误入班主任的车队 容老师拉我 天成同学 假期闲得没事 带老师吃个鸡呗 啊 老 老师 我 少废话 开了开了 下面有人啊 我来我来 看我一颗黑凤雷 什么情况 这都没炸到吗 我是按照数学公式计算的 没有错啊 不是这样的容老师 这是游戏和数学公式无关的 首先高抛拔雷 手雷爆炸时间为七秒 在你手里捏住五秒丢出 一个完美的顺暴雷就大声啦 我知道我知道 我就是想考考你会不会玩 要缩签了 现在大家听我说 地图规格为八成八 目前圈刷到了地图哪一面 总面积占地图的三分之二 根据山脉 纹路 水源分布等什么特征 可以总结出 在圈内的这里 就是最后的安全区 物理老师啊 不是这样的 圈的刷新是根据人数分布刷新的 也就是说 圈刷到的那一边 是地图剩余人数最少的一次 反之轰炸区轰炸的地方 就是人数最多的 所以我们只需要去轰炸区的另一次 那里就一定是安全区 物理老师 我说的对吧 我想到了 你小子物理没考及格 游戏规则颜值得挺明亮 前面有人 都别跟我抢 让你们看看我化学老师的厉害 不对啊 为啥打不到啊 我计算的没错啊 98k出速为720米每秒 敌人距离我210米 按照草地随风飘动的方向 现在的风俗应该是 化学老师啊 你那样也是不对的 这是游戏啊 你只需要开镜 用背镜中间的十字刻度尺 瞄准敌人 点击设计就可以了 就像这样啊 老师们这下你们都学会了吗 原来老师你们也有不会的东西啊 以后吃鸡我带你们飞 你们觉得怎么样啊 呀 老师们怎么都推了呀 谢谢天成同学 教老师们吃鸡 那老师们也额外教你一些知识吧 开心一笑最重要 我是天成 点个关注吧 词词词词词词